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是我問第五集又開始 今天仍然是講到 《龍》 哈利波特的魔法裏面也講到很多《龍》 就是西方的《龍》 今天我準備講的都是中西兩方 溝襲不同觀念的《龍》 在中國的《龍》裏面有很多種 上次講了最早的《龍》的形狀就是豬這樣 豬龍這個是在春秋時候的《龍》 《龍》的雕頭裏面所發現的 在中國另外一本書 很出名的書叫做《山海經》 《山海經》裏面描述了很多《龍》 描述了很多《龍》 《龍》甚至乎它有些神 所謂的神就是 我們的觀念就是一些超能力 超自然能力的物體 它是龍頭人身 用龍的頭來表達它一種與別不同的力量 當然在這個明末清初之後的描繪 就和現在差不多了 這個龍仍然有龍國有龍蘇 這個龍頭就和我們現在描寫的差不多 但是我不敢擔保以前究竟龍是怎麼樣呢 在最早《山海經》的時候 描寫了龍頭人身的所謂神 究竟是怎麼樣呢 這個就不得而知 所以可能將來有不同的發現 不同的造型出現 然後才可以確實 古時對龍的觀念是怎麼樣 好了 中國的龍有很多種 我們現在講講《山海經》裡面 有一種叫做《上流》 《上流》是天空上的一種神來的 他當時是水神共公的一個宰相 一個得力助手 共公我們在中國的歷史裡面都有傳說 他是一個水神 你知道中國在北方的這個地帶 中原地帶是經常要受到黃河泛濫的威脅 黃河在上流沖積了很多泥沙 引致到河底累積了這些泥沙之後高漲了 最初的人就是用蹄壩 在兩邊河捉了一些高牆的泥壩 來防止河水的泛濫 但是這種做法很容易很危險 引致到危險的情況 因為衝破了這些不是那麼堅固的堤壩 引致到河水泛濫了兩河側邊的很多土地 這些而且是平原高地來的 所以一浸就不可收拾 它四維流 那些耕種的人 他們都是住在河的周圍 得到水利觀看 也會被這些洪水沖了去 或者受到很大的災禍 那他們的耕的田也會因此而毀滅 這個和當年所謂大洪水的懲罰 是兩件事來的 大家千萬不要混亂 這個和聖經上所在的洪水是兩件事 因為那些洪水在地上和上天下來噴出來 而這個是一個河的環 在南邊長江因為它有很多湖泊 所以它的災禍是少很多 所以這個要認清 不是很多人將它混淆變成一些全世界發生的事在 是不是的 中國漢族西藏藏族甚至蒙古族 它們的傳遂裡面都沒有這個 上天洪水的懲罰的記載 所以這個不是世界性的 說回這個商樓 商樓它最大的特點 它都是龍的樣子 但是這個人的臉 龍質 也是一個相當奇妙的一個造型 在這個 相當在這個 《生日經》裡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造型 好了 那麼中國的龍呢 有差不多很多種 另外一種呢 講到龍呢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形狀 譬如有翼的 譬如沒有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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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沒有翼的怎麼飛呢 原來龍在傳遂中是不需要用翼去飛的 那它用什麼來飛呢 它通常就是用騰雲架木來飛的 所以在中國上的說法呢 人運 龍從雲 雲 雲端裡面它會出現 好像不受地心吸力影響 它在天那裡可以自由活動 虎呢 就從風 在虎呢 在虎呢 未出現之前呢 這個虎呢 一定會引致到很多 有風聲 那些風呢 是帶動老虎 而且呢 描寫到虎呢 是 隨著那些風呢 是會有一陣虎的味道 這個是一個很臭的味道 百獸呢 聞到這些這樣的苦味呢 但是呢 真的呢 避之則吉 大家紛紛逃避的 那況且呢 當年呢 在香港住的人都知道呢 很多大逃亡 爬 吳龍山下來的人呢 很多呢 都是 專程呢 走去廣州動物園呢 是偷了一些苦的糞便 把袋帶著 擺了一身 為什麼呢 會這樣做呢 因為呢 當年呢 是會 有打蛇隊 所謂呢 那些農民呢 就 受到利誘呢 就會捉了一些難民 就逃亡難民回去 再改造 入營 那麼 捉他們那時候呢 就會放狗的 因為狗呢 就 聽主人說 不管那麼多 就過來咬你了 一抓住呢 咬住你的腳端 這個呢 通常呢 那些人都不清楚 那些狗呢 以為那些狗咬住你的屁股 不是的 是有 我有個朋友 那些狗訓練到呢 是咬 逃亡人的腳端 咬住之後呢 怎麼都不放 因此呢 那些 驚動的那些 打狼隊呢 就走來捉住那個人 那但是呢 這些狗呢 雖然聽話 但是呢 它們很怕苦味 那如果有老虎的味道 就算是糞便的味道 它們很遠聞到呢 它們都會怕的 所以呢 逃亡的人呢 很多呢 是身懷著苦墳 來使得 搜捕它們的 人 和狗呢 驚怕 那這個呢 是 事實來的 好啊 那麼 那麼 中國的龍呢 實在呢 是 很多 那麼 那麼 在 雅背上呢 我們都見過很多龍 所以呢 是 兩條龍在廟宇的 兩邊呢 向著一枝 向著一個火珠呢 來到去 朝拜的 那麼這個 中間那顆呢 就是火珠 所以呢 也有人呢 說 現在的龍呢 現代的龍呢 就是 是 是 吐珠的 它在口中呢 有一顆 很神奇的 火珠 而那顆火珠呢 是它可以伸縮的 這樣呢 吐出來 或者呢 是可以呢 吞回入土 那麼 所以呢 在這個 龍的傳說裡面呢 是 比較 實怪一點 因為 它不是 日常生活所見的 動物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畫出來 講出來 形容出來 都可以 加了很多人的 幻想 還有 將它神化 將它呢 這個 這個 藝術化 所以呢 龍呢 的 姿態 龍的 形象呢 是不斷呢 是 改進 而呢 同時呢 呢 它是 有威夷 同時呢 呢 看到它呢 就有一個呢 超自然能力的 想像 所以呢 也適合呢 在 專制社會的皇帝呢 利用作 作為呢 它天子的 一個 象征 是龍的 子女 龍的傳人 好了 這裡還講 一點點 就是 春秋上有一個故事 講呢 龍的下巴之後呢 有一條翼輪的 有一塊 輪 輪呢 就好像魚輪那一輪 都是有輪的動物 這個輪呢 是逆殺的 換句話說呢 所有輪呢 都是順著 那個方向 而生 而長成的 但是你逆輪呢 在它下巴之下 有一塊 就不能夠呢 是 觸動 觸摸的 如果是說 那些人 撫摸那個龍的逆輪呢 那就是說呢 就是 專門將 有權勢的人 他最忌忌的東西 他最不喜歡的東西 顯露出來或者 觸動出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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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來作一個比喻 比喻呢 專門去 將有權有勢的人 最忌忌的 最忌忌 所謂崩口 人忌崩口 本的崩口 來揭露出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當然呢 是我們很忌忌的呢 我就算那個 沒有權勢的人 他們所忌忌的東西呢 我們都不應該呢 是 將別人的 缺陷呢 所謂的崩口呢 來到去 講笑 這個是不對的 好了 那今天 上集呢 這個 龍呢 講了這麼多先 下集呢 我們繼續呢 會 再講多些 中國的龍 給大家 知曉 多謝各位 一會兒收聽